我在公車上有沒有性騷 真的喔? 妳好螢幕喔 是他嗎? 不是 沒有 我覺得女生穿成這樣 也是會希望收到一些注釋 女生自己心裡一定都知道 那個準備不是被侵犯的準備 妳自己穿的會比較展現 自己的身材的衣著 如果妳說不會 我們不會穿 為什麼妳現在就這樣穿 沒有 我的天啊 沒有 男生看的也蠻舒服的 今天我要講出來呢 今天主題就是 MeToo 每天台灣都有一爆 我覺得男生應該比較不會 碰到這種性騷的世界 我們是想 性騷應該會 不會跟人家講 這是獨想餐 那妳還要不要再出來 然後又被人家告 你性騷擾 那你就是女生先 對 MeToo 就是在國外現在是蠻暢行的 一個女性主義的抬頭 女...女... 對啊 海國第一 除了被爆出來的這些事件 有沒有人親身經歷過被騷擾 對 或是周遭的朋友 但是如果... 還是... 雖然... 還沒到時候就這樣 搞什麼 搞什麼 當下要及時的反抗 當下要反抗 其實就不會有這麼多的性情時間 對啊 所以我才說嘛 當然也是要看狀況啦 你碰到一個性情犯 拿到掉的你還要反抗 你要是要命還是要... 要什麼 還是要看狀況啦 不是人家拿刀捅著你 捅著你就不能反抗啦 拿刀駕著你 因為現在講求證據的時代 證據還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就看下去囉 拜拜 哈囉妳好怎麼稱呼妳 我叫單單 單單今年幾歲 23 所以慶祥從M2 在妳的生活中 有沒有遇過這樣的活動 不是 好像沒有اح動 憑祠比較有問題 它是有點你了 貼著我背後 妳是有感受到她那一根嗎? 沒有沒有 她前面就是很兇她在講電話 看人家不爽就想插人 所以我很怕她如果做出什麼 生命比較重要 她的意思就是告知我們說 妳在侵犯別人之前 一定要很兇的態度 她就不敢講 沒有沒有 那誰會亂講的不要亂交啦 我朋友在旁邊我以為她會注意到 因為我那時候有在哭 她在哭了喔? 她以為我在鼻子過敏 我那時候有點傻住 所以沒有做什麼 我就只是這樣拍她 她就是也是玩手機沒有注意 妳不會持續一直拍她跟她實演勝 我不敢因為我怕傷害我 有一個男生幫我報案 她沒有自己查她只是打電話 這段時間大概多長? 大概10分鐘 哇她看起來很煎熬欸 第一次遇到這種事比較慌張 第二次就習慣了 沒有沒有 因為我下一次真的有遇到她 你有遇到她了? 因為警察說她住在我家附近 我在等公車 她就很大聲的講說見面的事 我就跟她講說對面就是警察局 所以我就帶你過去 不懈的就走掉 如果有去威脅性的告知 就會不會比較退縮一些嗎? 不一定啊看的 因為我想要問妳啊看妳的感受是什麼 我的感受就是我不會怕 而且我只想說妳們是同行 如果她長得很帥 還是怪怪的 我就是要看人啊 妳會搭訕這些行為到底算不算騷擾? 見人家說不要的時候 就走開就好了 太多男人會以為說不要 就要繼續握 所以妳不要講說不要 妳要說好啊要啊 真的完蛋了 什麼樣的行為對妳來說她是過程騷擾? 不小心弄到是沒關係 她撫摸這種感覺 或者是腿啊看妳身體啊 看妳身體? 所以如果說她這樣倒飾的話 那妳會倒飾哪裡會身體? 我不會 她才會緊叮 因為我頭部這樣蠻危機的 因為這些都是在陌生人 妳是不能接受 如果她今天是妳認識的朋友 如果她今天是妳認識的朋友 因為我剛才講的那期差不多 不能撫摸 我覺得是打檢的最多 男生很多都沒有接動 男生應該只能阻止男生觸碰 男生應該只能阻止男生觸碰 女生的話隨便妳摸 男生嗎? 當初她有摸妳 沒有 她當初沒有摸啦 現在也有摸了 該做生都錯過了 為什麼? 你只有轉手 那妳太慢了吧 那妳覺得可以的時候 如果你不中也沒關係 但是要盡量熟 還有嗎? 掰掰 妳好怎麼稱呼妳 我叫Enna 28 妳要講更年輕還是要更好? 好 妳覺得比較成熟 真的假的 那我先離開 那我就追了 沒有 妳知道嗎? 我知道 為什麼要適格這麼多年的時候 再來去講這些事情? 一開始我也覺得蠻問號的 想說這種事不是要趕快講出來嗎? 有些是因為她沒有證據的情況下 她的身份講出來不會被相信 我覺得那是二次傷害 順著看到別人已經先發生了 然後她才得到的勇氣去講出來 我曾經遇過這樣 曾經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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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沒有啦 我算是保護自己保護得蠻好 沒有這麼誇張 可能他們肢體上面或言語上面 感覺上比較不尊重一點 他們在公開場合會談論你的 喔不是喔 你在讀哪一個學校 你是不是想去是不是? 不然你忘了哪一個學校 沒有沒有 談論你的身材 可是身材或者是胸肚怎麼樣 屁股怎麼樣 在男生的私底下 看到一個女生 既然不喜歡講她的身材 那你為什麼要把身材 穿得這麼的 對 你不就是為了要去展現嗎? 當她只要是比較裸露一些 男生就會覺得 哇穿成這樣子 她不就是不刻意要去洗 對 我們的視覺就往那邊飄移了 女生就會覺得不舒服 我覺得女生穿成這樣 也是會希望收到一些註釋 女生自己心裡一定都知道 自己在討論 我覺得這是可以被理解 女生真的來 你自己穿成這樣 你應該要有點心理準備 那個準備也是被侵犯的準備 你自己穿的 會比較展現自己身材的衣服 如果你說不會 我們不會騎 你現在就這樣穿了 沒有就是 男生看著也蠻舒服的 我要講出來 你看你就有 沒有我現在跟你講啊 對不起 我們要傳LINE才對 自己現在講些微調 自己平常會不會 更裸露一點 更裸露啦 裸露 基本上還是以自己舒服為主 即便她有點裸露 也OK啊 會特別經常 還是要跟姐妹講 不會不會 但我們會約好 大家都穿小洋裝 小背心 大家都漏乳運 這沒有這個主題啊 男生可能會有一些舉動 對你來說 他是一個侵犯 有些男生可能在講話 或笑的時候 就這樣 然後就這樣 我個人有一點是體潔癖啊 技巧性的閃開 你會因為對方的他的外型 來去取決於 我到底能不能接受 我個人好像不行 我們知道女生 黑白的那一面 沒有沒有啦 開玩笑 男生什麼樣的行為 構成騷擾 直接談論你的身材 你拍自己結 你就會覺得很不舒服 一直談論一些良性的 不像男生接觸不那麼高 不像男生接觸不那麼高 沒有沒有 哈哈哈哈 我覺得有些男生 禮貌性的 稍微這樣拉你一下 我支持一下 這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不是有原因的 就類似上說阿咪 我懂你意思 沒有任何的原因 而去觸碰到你 對對對 當你真的有遇到的話 你會怎麼樣去面對 基本上我還算是滿主動會表態 滿鬆的 滿主動會回應他 哈哈哈哈 我會滿直接的搖在家 如果不認識 就直接打招 一定要表態啦 最主要的 所以你現在有男朋友 現在沒有 太好了 哈哈哈哈 喜歡什麼樣的男生 善良 然後有禮貌 有愛心也很棒 脾氣要好是重點 當然還是希望能比我高人 我喜歡笑起來好看的男生 你是不是很想站高一點 沒有 他剛剛突然講你 喔對 為什麼 為什麼 哪有錢 那個我們是位置 哈哈哈哈 掰囉 你好我怎麼稱呼你 我叫娜娜 娜娜今天幾歲 27 對我剛演員也有 剛剛是沒有戴口罩的 BB space 講英文 吃胖 吃胖 沒有好不好 吃胖 對 很不尊重人 最近有聽到meToo的事情嗎 有欸 有遇到過 算是性騷擾 你還在學校可以回去可能 應該是被騷擾是不是 就我只是坐在摩托上 就我眼睛我就摸了去 摩托上 第一次我以為是不小心 就只是走路碰到 第二次的時候 他的手是這樣過來的 從我後面這樣過來 從後面怎麼摸 就是他先先 你先摸他了 試著摸他 第一次先從這邊這樣 喔喔喔喔喔 他不要只是這樣 他的手呢 你站前面 所以他講 後來當下你有坐過 等一下開前面了啦 我剛剛有說奇怪 怎麼變到後面來了 那你當下有說 怎麼辦 當下其實也不懂 就有嚇到 男朋友來才可以跟他講 跟他講 他就說人在哪裡 就覺得算了 你當我曉得 你這件事情還是有跟其他人講嗎 有 他們啊你怎麼那麼衰 就這樣子 那兩下就被我嚇到 有遇過T行為上 出了嚇到 因為我是髮型設計師 瀏海娃要站在前面吹 他就摸了一下我自己說 喔你好瘦 你怎麼那麼瘦 那我就嚇了 所以這是你不能接受的行為嗎 就算他是T耶 我不行耶 因為他是T啊 因為是男生可以 真的是女生 像我這樣 我也想說T不行耶 男生可以 也不行啦 我有說 對我有說 就盡量保持去 像我們剛剛有講到 MeToo的事件 事隔這麼久之後才去爆 為什麼他們要到這個時間點 再來去講這件事 我覺得因為以前的人 會覺得不敢說 現在的人就比較做自己 才會跟著一起敢說 我覺得他也是有點臉屈的 換作是你 你會當下立馬處理這件事情 別走啊 看有沒有東西可以扁啊 我當這麼慘了 不可以你扶著嗎 我會告訴身邊的朋友 這情況就只能等他結束以後 搜證 他真的讓你很舒服 啊 憲哥 他怎麼那麼瘦 沒什麼感覺 很過分 不是啦 什麼樣的言語構成騷擾 好像是卡登尊 沒有 他還在笑嗎 不是那種奇奇怪怪的花 應該都還可以 他還可以翹啊 他以為就有點不舒服 總是要講一個很極端的東西 他才會去感受到他不舒服感 對 你都沒看過聽說笑 笑你媽 就不要太窩囑 應該都會好 今天跟你真的不熟 摸過來會覺得有點噁心 但是朋友之間的話是OK的 摟腰我覺得 可以那種像沖這樣 但是不能就是一隻錢 就是沖著這樣 你根本就夢想要夢到 你怎麼會想夢到 可能是喝醉之控的時候 所以你現在是有男朋友 有有有 所以你們感情都才燒得OK 想愛想殺 殺酒就會變愛了 殺酒就分手 哈哈哈哈 哈囉 你好 什麼說服你 雨琳 雨琳今年幾歲 28 妳知道這個最近很紅的事情 比較不禮貌一點的 對的行為 我覺得我運氣蠻好 目前還沒有 公司的晚輩 言語燒而已 因為我們要跟客戶講的 妳好可愛喔 聲音好甜喔 能不能認識 如果換作是妳這些言語的話 搶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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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死我了 很好 MeToo的事件 如果換作是妳當下會做的反應是什麼 會愣住吧 我也會嚇得到 欸就 開口 趕快走掉 先跑再說 他就追過去了 應該是 現在講的是俄羅場 你說在公司的捷運上 反而我會罵欸 我在路上 遇到變態 太突然 公車上比較自然 好啦對不起 我是一個 能不吵就不要吵 我能跑就趕快跑 如果妳的對象 他可能是妳的朋友 沒有沒有這種自然欸 如果是朋友的話 直接講 什麼樣的接觸妳比較不會反感 我覺得喝多了 確實會搭肩 你太年質啦 好不好 100公斤的帶妳的肩 可以嗎 90的話會比較好一點 我常遇到很過分 對方又不測的 可能他們沒有當下反應 喝酒有一個很尷尬的狀態下 你去阻止 你也沒有那個力量 不是喝酒的狀態下 我要去自己 什麼樣的行為 言語 構成騷擾 像我們現在這樣對話 正常的 要再多一點 比如說 這剛剛不夠啦 我遇過一個 之前疫情很嚴重的戴口罩 也許你 不戴的時候 會是我的菜 這種就已經很不舒服了 我戴口也很不舒服 這是事實 哈哈 我現在跟你們講話 你們會保持一個距離 大概貼過了吧 很討厭人家 走到這麼近 就會很不舒服 酒吧的話 自己會抓好那個度吧 這一次的事件 為什麼過了16年 受傷害出人家 比較有權有勢一點 你有什麼能力去對抗 一直會受到二次傷害 今天有一個爆了 在陸續二三四 至少有人跳出來 大部分的人 沒那麼友善 是因為他會去檢討悲害者 你今天不去喝酒 你為什麼會遇到這種事情 才會有那麼多人 不敢發生 我自己也會啊 如果他今天 絕對告得贏我 那我告他 我最後獲得傷害 我還可以獲得什麼 我必須講 但是我講了 我就要知道 在攻擊跟PK 不會立刻自殺 你看看 反正都要適合 現在都要適合 對啊 所以你現在也有男朋友 沒有 喜歡什麼樣的 有自己風格特色 成熟的 太多男生 比較自負一點 就看你要演多久 拜拜 今天的街坊 就到這邊結束了 男生對女生做了一些行為 往往就是性騷 但女生對男生做了一些行為 好像都不會是性騷 認知上面 好像男生都接受 不排斥他 對 女生會去排斥 畢竟女生不管跟男生做出什麼行為 其實都是女生在吃虧 對 受害者不敢勇敢的去說 NO 因為他可能就講 即使我跟妳對抗 我也贏不了 可能有一個人發的聲 讓我也出來講 這麼久的事情 本來就很難 到底誰說的是真的 這些事情就是都在風頭上而已 風頭過了 這件事情又沒了 台灣就是這樣子 女生還是要好好保護自己 去制止一些人 一直不斷地去騷擾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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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